今天台湿晚间新闻 我是零如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不满被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指名道姓为蒋孝岩非文案的女主角 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提告 但是周玉寇率先抵达现场 先向张淑娟道歉 还说张淑娟被台北市员王洪威利用 而王洪威刚好人也在现场 结果两个人当场火爆互呛 互骂对方是蟑螂老鼠 事后张淑娟也到了现场 身泪俱下了痛批周玉寇 睁眼说瞎话 让她感觉被鞭尸 绝对告到底 不好意思说人家召歉 关理什么事啊 你叫我张淑娟吗 台北地检署前 北市员王洪威跟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开启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你更不要脸你 怪的要选举看人家周玉寇 你要脸吗你 是什么周玉寇啊 你不要脸 今天是你过来的 今天他提告我找张淑娟 你过来干嘛 双方互嗆场面泼辣 吵得那么凶 张淑娟是为了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被周玉寇指名道姓 是蒋绍妍 非文案的女主角 你不要脸的蟑螂 你才是哪管的 老鼠 你老鼠 人见人讨厌 你才是人见人讨厌 蟑螂老鼠都出来了 幸好吵完后 双方暂时离开现场 而女主角张淑娟 这时也终于现身 我是张淑娟 然后十几天来 网络不停的霸凌跟媒体 我觉得非常的无辜 你把别人的案子丢到张淑娟 丢到我身上来 没有人帮忙 数度哭到不能自己认为 无故遭名嘴门鞭尸 张淑娟也怒呛周玉寇 你寒沙摄影 你还指名道姓 我没有跟张淑娟滚床 我从当选到今天 我一天都没有跟他滚床 周玉寇小姐 你不要再用我的照片 打你的知名度了 周玉寇原本态度强硬 这回却一改常态 承认错误 九十度鞠躬 向张淑娟道歉 我在这里 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 周玉寇小姐 你道歉是不够的 你又利用媒体霸凌落势 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 但道歉一次还不够 周玉寇似乎真的怕了 记者会后紧追着张淑娟 希望能够亲自道歉 谈诚功课没有做足 但面对面道歉 频频吃憋 周玉寇态度放软 无奈仍然接近不了张淑娟 张淑娟铁了心告到底 未来两人只能法院上相见 记者身上杨文豪台北报道